人员推着担架小小的身去躺在上头脸色发紫 十个月大的小男鹰左胸重创 在送医抢救后仍然寻告不治 走在救护员后方的三人不发一语 原来他们就是疑似将小男鹰 凌虐致死的生母和姐姐 以及生母的男性友人 圆滚滚的大眼 小男鹰坐在学步车上吃奶嘴 昔日的可爱模样 如今却成了父亲最心痛的回忆 身父拿出验伤单汉X光 指控致命关键就是左胸这一大片反白处 儿子疑似生前遭人灵虐 中猜自死 发现我小孩子有烫伤 跟我讲人家在晒伤 然后后面我去看的时候 问他说他烫的 泡牛奶的时候热水 不小心他会脸部 我不相信 社会局年终接获通报 访查后判定男鹰身上的新酒伤 是因为照顾不周 因此没有紧急安置 用育儿指导以及家庭访查的方式 介入关心 没想到才隔一个礼拜 就传出男鹰死亡消息 让爸爸一度气的传讯息给生母 说把弟弟还给他 但生母否认是他所为 桃圆地检署侦办 认为小男鹰的生母 以及男性友人涉嫌重大 小孩子肚子都在哭 然后他不爽就把他抓来打 根据了解 原来这名年仅21岁的男性友人 在桃圆租屋 但经济条件差 长汉超商保全借钱 而生母和生母的姐姐 带着男鹰从12月开始住进大楼 小男鹰失去生命当天 生母和姐姐以及男性友人 还外出用餐 独留孩子在家超过一个小时 返家后发现男鹰没了呼吸心跳 过了一个钟头后 才冷血通报救护 十个月大的小生命 就这样来不及长大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